在所有假牙中,种植牙无一更受青睐,种植牙比传统假牙更坚固耐用,而且安全系数也比传统假牙高,因为种植牙是经过几十年研究的高科技,所以种植牙收费也比一般假牙高。 虽然种植牙收费普遍较高,但市面上种植牙价格还是又高又低,让人摸不准种植牙的行情。 种植牙收费为什么有些便宜有些贵? 一,种植牙齿数量,每个患者的牙齿缺失情况都不相同,相对的,和种植牙的牙齿数量也就不同,价格也就不同。 二,种植体品牌,目前国内自有的种植系统,以及国外引进的种植系统有很多,种植体品牌也各不相同,效果也就不相同,当然价格也就有所差异。 三,种植牙关材料,种植牙的材料有很多种,并不是较贵的就是较好的比较适合的,只要根据自身的情况,经济能力及医生的建议来选择。 例如天牙缺失,就对种植牙的美观要求很高,成周之贝尔口腔。 特别提醒不要相信市面上一些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种植牙手术,通常这种小诊所都是采用的不知名的品牌种植体,更有可能是没有经过卫生合格检查的产品。 手术后较容易产生副作用,伤害身体健康,导致花费更多的时间。 与金钱,采用微创极客种植技术,利用手术方式和技术来完成种植牙过程,仅有3-4毫米的小接口,将人工牙根种入口腔内,摆脱了传统种植牙切开翻起牙肉,混合,拆线等步骤。 一般种植体植入手术,只需要十几分钟即可以玩跳,创伤小,术后即可见识,痛苦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